还有哪些事情要跟我们讨论 你好 这里是金牌夜线 我是主持人塞纳 请问怎么称呼您 我的名字叫小海 小海 我现在婚姻遇到了一点问题 我跟我媳妇结婚17年了吧 我有三个孩子 在19年的时候 我媳妇跟她的朋友 接触到一款游戏叫吃鸡 有时间还会给我讲 这些朋友他们的打游戏的事情 还是他们的趣事 我想你没关系 你认为我们上班比较枯燥 他只要他开心 他打游戏就打吧 但是随着他打游戏的 痴迷程度越来越深 他打游戏有时间会打到 凌晨一两点 甚至两三点 有时间我利用业余时间 我去跑滴滴挣钱 这样的话 有时间我晚上回来的比较晚 回来了以后他还是打游戏 我就开始提醒他 我说这样子 长时间你对技术不好 对眼睛也不好 然后影响孩子的休息 刚开始的时候 他就告诉我 我打完这一盘 或者打完这一局 我就结束了 慢慢慢慢的 游戏打的时间越来越长是吗 对 他就注册了两个账号 全部都打到限时 就是五个小时吧 哇 那就太多了 刚开始的时候 他在这上面 那个跟很多朋友 有男的有女的 再后来就给 就几个男生在打 慢慢的打CP 后来我查了一下 CP游戏情理 我就说你 你给游戏网友 天天不三不四的 那个打这个事情 就很生气 当时声音也不算很大 我说你是不是想给我 戴机器帽子呢 其实很隐秘的 这个意思是说 再后来就是他发展到 去见网友 哦 这个是我不能接受的 你见一个外地的网友 去见了几次 而且那个网友 又过来见他 是男生 而且这个男生 后来我就因为 我就是我们坦白说好 他就要给我离婚 我问他为什么要离婚 什么事情 他就给我说 他有喜欢的人了 我说那个人是谁 他说就是个网友 他就告诉我 我们好去好散吧 不可能了 我说有什么不可能的 三个孩子 男人没有爱 你会给我生三个孩子 然后一问他 他说你很好 你什么都好 我已经爱上别人了 我说那个人怎么了 他说那个人就是我男人 我说我是谁 他说你给我没有关系 所以现在对你来说 你最困惑的是什么呢 我尝试过很多次 就冷静下来跟他沟通 但是一直没有解决 所以说我心里面很困扰 我尝试了 我尝试了 我尝试了